第1242集 那好 在我临死前 我先涂掉你们这片宇宙亿万生灵 各族刀统都给我全灭 这是临死前的疯狂 他想拉上无数人陪葬 太不甘心了 被灰色物质纠缠 那就是噩耗 必死无疑 他化成一道光冲了出来 就要杀向阴间宇宙深处 在他的身后 大船边缘部位也有两人冲出 都是应召集的 还没有死 也想发疯 去血洗各地的生命星球 都给我去死 展空洞了 他没有惧怕 反而带着笑 如是重负 总算等到了 他的生命最后时光 不是虚耗过去 而是可以发挥最后的余热 他肉身解体 化成能量源 神眼滔天 还有那浑光叶瓦解 填入进去 成为无尽的光叶 与诸天共坟 战空 西林军团长的师父 抱着必死之心 他没有罪 但却想赎罪 不想再活下去了 很多年前就已经心死 此时他解脱了 火焰中 他的面孔映照而出 依旧年轻 在里面还有上古昔日的固有 也有他喜欢的女子 那都是他心中所思所想 那是他理想的国度 他想回到过去 想再临上古 改变昔日的惨剧 你这疯子 那位半神惊怒 身后是诡异物质 如同浪涛一般拍击而来 这个人居然这样阻挡他 与时俱焚 拦住去路 他恐惧了 脸色沙白 滚开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被灰色物质纠缠 就没有来生可言 永世不得超生 会死得非常的凄厉 我不求来生 不问来世 何惧之有 阳间自以为是的半神 我送你上路 光焰中 展空平静的看着他 死亡的最后关头 他是从容的 释然了 解脱了 无比的宁静而镇定 我喜欢的人都在上谷 我的好友 我的红颜知己 我的亲谷 我来了 当年我对不起你们一个人上路 再回首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在了 现在 我来了 战空英俊的面庞上露出笑容 多少年了 他都是病奄奄的 心计如此 他最后这样大声的喊着 在火光中带着笑 了结了这一声 哄的一声 他跟半神撞在了一起 这是一位应召集进化者 此生最强的一击 毫无保留 肉身与魂光共焚 少揣宇宙 那位半神 凄厉大叫 他本就是残体 受到重创 满身都是裂痕 全是血迹 现在怎么承受得了 他解体了 化成一片血雨 还有碎裂的魂光 至于跟他冲过来的两位应召者 直接惨死 行神俱灭 这位半神怒吼 不 不 他强剧魂光 结果也是无用的 被追上来的灰色物质纠缠 淹没了 然后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惨叫 就此结束生命 战空死去了 在最后的一次碰撞中 化成光 焚烧到尽头 归于永恒的黑暗中 远方 一颗星球上 黄牛哭了 眼中不断滚落下晶莹的泪水 他是我的引路人 是我爷爷 没有血缘关系 但更胜过亲生 黄牛非常的悲痛 大黑牛等人心中也不好受 默默的注视 另一片星雨 楚风也心中发酸 这个年老的美男子 这是在自己寻求解脱 或许唯有这样 战空才能释然 才能放下一切 大船爆炸 还在寄行中 几乎是同一时间 另一个方向冲出一道光 向着混沌中断去 伴着惨叫声 黄神师被打回原形 且丢掉了半截身子 居然成功的断走了 人们惊恶 他有这么大本领吗 而后猜测 或许是有可怕的神符 在庇护着他远逃 与此同时 黄神师发出的火光 将老天狗与黑乌鸦也带了出来 从大爆炸中脱困 老天狗很惨 只剩下胸部以上 他的替死符早就不能用了 而黑乌鸦也耗掉了 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 浑身是血 跟老天狗一起 衰落在混沌边缘 没能跟着黄神师的光束 彻底消失 这两人 急急如丧家之犬 惶惶如漏网之鱼 窜起来 开始拼命的逃 老狗 你哪里走 给我留下狗头 彼岸花 天刀 吴兴坤 鹤道 一直在盯着大爆炸中心 看到老黄鼠狼顿走时 他们就恼了 追击下来 正好接住一擒一狗 老天狗怒吼 尽管心中黄举 但也拼命了 并呼喊着 你们阴间就要被灭了 一而再的动用灰色物质 这是找死 天尊会贡猪 犯下天大的忌讳 显然 他色力内忍 去你大爷的天尊 我们一家子 都跟你们身后的天尊有仇 我早晚要杀了他 彼岸花喝道 很多根蓝色的藤腕齐出 将老天狗洞穿 让他击力残叫 此时的老天狗 早已不在巅峰状态 再加上 没有替死夫可用 他逃出来的小半截躯体在颤抖 内心恐惧 现天上就弱了气势 实力也早已锐解 因此被直接撕裂躯体 一颗狗头被藤腕割裂 直落下来 接着又被洞穿 眉心 魂光瓦解 死于非命 老天狗发出最后一声 衰弱的犬吠 彻底结束这一声 太不甘心 但却也改变不了什么 你比爱爷爷 终于杀了一个半神 死也值了 另一遍 天刀无心坤 更直接划成一口刀 力劈老乌鸦 他怒吼着 呼唤着魁牛的名字 不久前 魁牛就是面对老乌鸦时自爆的 悲壮陨落此地 老乌鸦 惊惧名 但也无力挣脱被批死在此 彻底消亡 可是 无论是扁花 还是天刀无心坤 自身也都虚弱到极点 没有力气了 杀到这一步 跟多位半神血拼 对方都有替死服 怎么都杀不死 对他们的耗损太可怕了 不远处 雷弓怒吼 爆发无穷雷霆 大船解体 爆炸过后 终于见平静 可是最后那三位半神没有死 带着无边的怒月 冲了出来 杀向雷弓 这三人 没有在最中心地带 虽然死了不止一次 但最后终于熬下来 浑身是血 怒吼着冲出要血洗他们 没什么可说的 碧暗话 天刀无心坤 拖着疲累之躯 哪怕自身满身伤口 已经要接体了 也毫不犹豫地俯冲 扑杀过去 营救雷弓 一番搏杀 变化被撕裂 蓝色枝叶四界 天刀无心坤怒笑 自身化成一口刀 劈中对手 将对方斩成两断 可是自身化成的刀也断裂了 残躯显化出来 可是那两个半神 却又艰难复活 依旧没有死 另一边 雷弓面对的遭遇 也差不多 行了 你们的替死服没用了 虽然我们也是强弩之母 失去战力 但是老子确信 可以拉上你们去死 变化大叫 丝毫无惧 这一刻 他被撕裂的躯体没有充足 而是焚烧 怒吼 全灭的暴力 化成光叶 滔天而上 向前席卷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